说道 好 伍兹先生 我接受你的挑战 不过 说直言 您的话实在是有一些太不自量力了 世界大势浩浩荡荡 数千年历史长河 抵挡冲刷 没能杀死的中医 您 更不配 听到林宇这话 伍兹气得紧紧咬了咬牙 再也没多说什么 转身快步地朝着楼梯下面走去 虽然气归气 不过等伍兹走了之后 林宇还是转过身去 冲安妮说道 安妮 虽然 我和你父亲之间 有医学方面的分歧 但那是我们之间的事情 你没有必要 为我跟她赌气 我能够感觉得出 她是真的爱你 不过 你刚才的话 的的确确伤害到了她 所以我希望 你可以重新考虑考虑 好 你不用再劝我了 我考虑得已经很清楚了 安妮十分坚决地 冲林宇摇摇头 虽然眉目 抑着悲痛 但是神情间 却满是坚毅 望着父亲离去的方向 她定声说道 我留下来 其实是为了拯救她 也是为了拯救 米国医疗协会 我内心非常清楚 拒绝了中医协会的 世界医疗工会 已经彻底沦为了洛根等人 巩固自身势力的工具 长此下去 他们毁坏的 不只是米国医疗协会 还是世界医学 而米国医疗协会 是我父亲的全部心血 我不希望看到她 就这么被毁灭 所以我要拯救她 虽然现在是西医学 以及米国医疗协会 主导世界医学 但是她知道 以现在西医学的水平 遇上深不可测的中医学 几乎毫无胜算 更不用说 日后医疗工会 将被洛根这种 只关心权势的人所掌控 就算是不会衰落 也会停滞不前 所以要想让西医兴盛 要想要推动 世界医学的发展 她必须留下来 和林语多交流 多学习 林语见安妮说得 如此坚决 也不好再多做劝说了 她轻轻叹口气 希望你的父亲 以后能够明白 你的用心良苦吧 被这么一闹 林语和安妮 也没有什么心情吃饭了 打包了几份西餐 便回到了军区总院 继续观测玫瑰的状况 此刻赵忠吉 正好拿着昨天玫瑰 拍好的 核子共振影片 快速地走了过来 兴冲冲地说道 假如 假如 初见成效啊 初见成效 这损坏的脑部中枢神经 竟然已经出现了 恢复的现象 听到她这话 坐在椅子上 无精打采的百里 蹭的一下便跳了起来 一个剑步冲了过来 一把将赵忠吉 手中的片子抢过去 哎呀 哎呀 那个小伙子抢什么嘛 你看得懂吗你 赵忠吉皱着眉头 冲百里埋怨着 百里看了几眼 确实看不懂 没有理会林语 伸过来的手 便直接将片子 交给了安妮 她百度过安妮的资料 得知 安妮确实是 名副其实的 米国医疗协会副会长之后 她对安妮越发地尊敬了 而且也只相信安妮 安妮急忙接过片子 仔细地看了几眼 借着双眼放光 面色大喜激动说道 真的 真的有增长修复的迹象了 林语也健壮 急忙凑过来 在她身边看了一眼 随后立马激动起来 她心中默地 迸发出了一股巨大的希望 赵院长 记得按时给她服用口肥 千万别出岔子 放心吧 我都是派着院里面专家 亲自地监督她的服药过程 这是奇迹啊 奇迹啊 这个是 应该是实践上手力 脑部神经损坏之后 还能修复的病例吧 这要日后 真的能成功地实现完全修复 那我们医院可就是创造了医学奇迹呢 说到这里 她激动的心脏简直 都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诶 赵院长 你这话欠妥当吧 栗震生听到这话之后 皱了皱眉头 不紧不慢地说道 怎么还你们医院创造的医学奇迹 明明是我们家先生制造的医学奇迹嘛 对对对 哎呀 这个不用说 大家都知道这是 家荣创造的口服业嘛 家荣创造的奇迹 对 但是 家荣可是我们医院的副院长 兼中药部门的主任啊 所以我说我们医院创造的奇迹 没什么问题嘛 对不对 此时 赵忠吉真的已经 眉开眼笑了 内心简直美得冒泡 他最敬佩的既不是林宇也不是安妮 这会儿是他自己 他无比佩服他自己 那仙剑之名和慧眼如炬 早早地就费尽心力把林宇挖过来 这都是因为他的聪明才智啊 所以 现在林宇的长生口服也取得了如此的成就 他们医院也能跟着风光一把 栗震生听到他这话顿时有一些无言以对 因为人家说的其实是在理啊 不错 如果最终玫瑰的脑部中枢神经已经成功修复的话 这在医学界上可以算是一次奇迹了 安妮也兴冲冲地点点头 接着转头望了林宇一眼 眼中闪烁着一丝崇拜的光芒 内心不由有一些感慨 如果她的父亲看到这一幕 不知道会做何感想呢 不过她知道以她父亲的固执 那就算是把这片子放在她的面前了 她父亲可能也压根不会相信 那我们这长生口服也岂不是可以借着这次机会 在国际上一泡而红了 栗震生满脸期待地冲安妮问道 是的 安妮笑笑点点头说道 如果真能成功把玫瑰唤醒的话 是非常有利于推动长生口服业 在国际上的认可的 这些话言之上早 这刚刚才出现了修复的迹象 至于能不能成功修复 或者是修复到损伤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这还不能保证呢 说着林雨自己轻轻地叹了口气 转过头 透过厚重的玻璃窗 望向安静 躺在重镇监护室之内的玫瑰 目光顿时温柔不少 这次我不祈求什么明昂四海 欲满天下 我只是求她能够醒过来 林雨望着玫瑰甜淡精致的面容 脑海中不由浮现出了她以前笑颜如花的模样 她忍不住幻想病床上玫瑰此时会突然睁开眼睛坐起来 像往常那样抛一个酥酥的媚眼给她 风情万种地跟她咯咯一笑 说上一句 怎么样小弟弟 又被我骗了吧 但可惜的是 病床上的玫瑰仍旧是安安静静地躺着 比任何的时候都要安静 长长的睫毛也不动 仿佛熟睡了一半 而且睡得格外香甜 丝毫不受病房外边众人悲喜所动 或许这就是老天爷这些年看她太累了 所以想让她好好地睡上一觉吧 只是不知道她这一觉 什么时候才能醒来啊 林雨忍不住想到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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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 丽震生急切地声音突然将林雨的思绪拉了回来 林雨争愣着转过身来 狐疑地望了她一眼 见众人都齐齐地望向她 不由疑惑 怎么了 你手机响了 丽震生赶紧冲林雨提醒一句 林雨这才发现自己的手机这会儿正响个不停 好像已经响了好一会儿了 她此时才猛地反应过来 怪不得众人都满脸纳闷地望着她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